今天到下週一 受到滯流封面的影響 因此在台灣附近 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尤其在今明兩天 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會有局部大雨或蠔雨 發生的機率 甚至在南部的山區 會有局部大蠔雨 等級的雨量發生 因此其他地在今天特別 啟動了0605滯流封面的 蠔雨事件 我們要提醒大家 從衛星雲毒上面可以看到 封面的位置在這裡 封面的位置上面 有許多這種紫色 白色 比較大顆的對流雲系發展 這代表在這些對流雲系 發展的下面 它其實降雨是非常的明顯的 而台灣東側這顆比較大的是 昨天簡陸為熱帶性低氣壓的 採雲颱風 它未來向東北持續移動 其實未來對台灣的發展 對台灣的影響並不大 我們要注意的是 在台灣的西南側這邊 有許多這種 這麼大顆的對流雲系 尤其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這個對流雲系 對南部地區有帶來一些 比較短時的強降雨 食雨量大概在10毫米 到20毫米之間 這樣的雨勢 其實在短時間來說 還算是大的 預估今天一整天來說 南部地區都是要特別注意 這樣的降雨情況 中部以北 東北部地區 其他地區也都會有些 降雨的情形 我們等一下會用 地量降水預報來為大家說明 那麼從這樣的降雨情況來看的話 天氣來說對台灣 是不穩定的情形 因此其他地區在今天早上 有發布豪雨特報 特別針對的就是在中南部地區 發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其中在高坪 不管坪地或山區 以及在嘉義跟台南的山區 也都會有局部豪雨發生的情形 今天到明天 都會有這種短延時的強降雨 也就是在非常短的時間 就會有非常猛烈的雨勢 像這樣的降雨的情況 其他地區會更新最新的資訊 滾動的去發布我們的豪雨特報的 區域 範圍 還有等級 我們從地量降水預報圖上面 可以看到在今天的白天來說 在西半部地區 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北部來說在白天可能相對來說 會有些下雨 但是並沒有那麼的明顯 東半部也要特別注意 我們還是要特別注意到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降雨的範圍有所改變 等級也有比較明顯的改變 南部地區降雨還是持續 但是在高頻地區的話 有一些紫色區塊的地方 代表這些雨勢來得很大 很明顯 因此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今天在南部地區的降雨 尤其在平地或山區 都要注意這種短延時的強降雨之外 它下的時間可能也相對是比較長的 那麼雖然說在最近來說 不是大潮的影響 但是在下雨比較明顯 比較持續的情況之下 在沿海地區可能都還是有一些 激淹水的情形發生 另外我們還是要提醒 在中部以北地區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也是有一波比較明顯的雨勢通過 所以一股在中部以北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雨勢 也是發生在山區平地 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在今天兩天 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可能都會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 特別南部山區 可能都會有將近大豪雨等級的雨量 大家特別注意這兩天的下雨 所帶來的影響